赚钱六大定律定律一,你要坐羊,还是坐牢,市场的规律决定,10%的人赚钱,90%的人赔钱,不论是股市,还是开公司,大企业,都是如此。 此,财富的流动决定,10%的人,拥有90%的财富,90%的人拥有10%的财富,规律,谁也没办法改变,但赚钱总是有办法,就是努力做那10%的人,而不是大多数人。 有人说的好,换个方向,你就是第一,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一个方向,千军万马都一样的思维,一样的行为,是群毛,就像羊群一样,你要坐羊,还是坐狼,你要想富,你就得转变观念,拥有富人的思维,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思维,和优秀的能者做朋友,想上进的强者取经,远离又穷又惑的朋友, 别让自己越混越穷,得够且过,定律二,用最简单的方法赚钱,天下赚钱方法千千万,但最简单的方法最赚钱,而这个简单的方法,就是专注,现代人多浮躁,少有人懂得坚持与专注,遇到小小困难,就半途而废,就满腹牢骚,最简单的方法恰恰能赚到钱,比如比尔盖茨只做软件, 就做到了世界首富,沃伦巴菲特专做股票,很快做到了亿万富翁,他们的坚持和专注,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,不是人人都生来了有超高的智商,丰富的资源,但想要赚钱,你可以的可以穷,但不能不赚,条条大路通罗马,但办法归一,简单的坚持才是最好的办法, 定律三,赚钱一定要有目标,赚钱方法各不同,但有一点是相同的,就是一定要有目标,正所谓,没有目标的人是唯有目标的人服务的,有大目标的人赚大钱,有小目标的人赚小钱,没有目标的人永远为一时发愁,你是哪类人? 没有目标,却整天抱着自己穷,难道不是无病神淫吗? 欢歌说吧,所谓目标,也可以叫做野心,野心是什么?野心就是就是理想,就是梦想,就是企图,就是行动的动力,天下财富英雄,都是野心家,比如比尔盖茨,王健林,李嘉诚等,没有野心,就没有财富,有野心不是坏事, 有野心才有动力,有办法,有行动,这不是叫你干坏事,干坏事的野心要越想越好,定律四,一定要用脑子赚钱,在财富时代,你一定要用脑子赚钱,你见过谁用四肢赚大钱的,一些运动员赚钱不费,但麦克尔乔丹说,我不是用四肢打球,而是用脑子打球,用四肢只能赚小钱,用脑子才能赚大钱, 人的想象力太伟大了,爱因斯坦说过,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总裁杰克维尔奇说过,人类如果没有想象力,就如同猿猴和黑猩猩,赚钱是于想法,富翁的钱都是想出来的,想当初,比尔盖茨怎么就会做软件,怎么就会搞视窗, 因为他想到了,正如他自己说的窝眼光好,马云为什么搞阿里巴巴,因为中国没有,当时多少人说,他是在做梦,结果如今梦想成真了,现在有的人确实靠嘴巴赚了钱, 但他说话之前,首先必须想好说什么,也有些人企图靠耳朵赚钱,自己不动脑,到处打听消息,特别在股市里,今天听个内幕消息就买,明天听个小道消息就卖,跟风头,随大流,最后被套赔钱, 现在大多数股民都这样,做很多动作都不仅思考,世界上所有富翁都是最会用脑子赚钱的,你就是把他变成穷光泛,他很快又是富翁,因为他会用脑,洛克贝勒曾放眼,并将我扔到沙漠上,只要有一只驼队经过,我很快就会富起来,只要把脑子用活,失败了还会成功,再赚钱是不成问题的, 舍定赚钱的大目标,终身目标,十年目标,五年目标,三年目标,以及年度目标,然后制定具体计划,开始骨感的行动,万事开头难,有目标就不难,创覆是从制定目标开始的,定律5,要赚钱一定要敢于行动,光说不略假发誓,想赚钱一定要敢于行动, 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,也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,不行动,你不可能赚钱,位数未为,你就赚不了大钱,像当年比尔扎斯放弃哈佛大学学业,白手起家创办微软,是何等的胆识和行动力, 美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,麦克戴尔,在大学读书时就组装电脑卖,赶到不过瘾便开办电脑公司,却和等令人钦佩,甲骨文公司老板埃里森,不仅放哈佛学业,赚取260亿美金, 还会哈佛演讲,鼓动学生退学,被警察拖下讲坛,还有老一丁类,建立保障海,持的学名等等, 他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业绩,就在于他们当初敢于冒险,敢于行动,你敢吗?绝大多数人不敢, 现在人们谈论财富越来越多,但许多人说的多,做的少,要知道,要说是做的仆人,做是说的主人, 我们许多经济学家他财富头头是道,但他们谁富了?中国的股评价凭起股来夸夸其谈, 但他们谁炒股赚大钱了,如果他们能赚大钱,就不会当股评价了,所以你要炒股, 千万不要相信股评价,要想富,亏行动,不要怕,先卖出一小步,然后再卖出一大步, 定律用,想赚钱一定要学习,天下聪明人很多,但为什么绝大多数聪明人都不富? 因为都是聪明的穷人,智商很高,财商很低,财商和智商不同,智商有天生的成分, 而财商百分之一百,需要后天学习提高,孙正义,李嘉诚,是鱼珠的所有大富翁,都不是一生下来就会赚钱, 但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特点,一是有强烈的赚钱企图心, 二是有很强的学习力,正是由于他们善于学习赚钱, 所以他们超越常人,登上财富巅峰,聪明不等于智慧,智慧才能祝愿成功,真正白手起家的富豪, 权力不一定高,但一定很有智慧,他们是最善于学习赚钱的一族, 他们都有不凡的精力和艰难的开端,他们通过学习摸到了赚钱的规律和门道, 成为财富英雄,真正的赚钱者,都是阅读者,没有一个富人是不阅读, 不关注这个世界的发展和动态的,李嘉诚,他为了创业专门到别的公司打工偷移, 每天都会给自己留出阅读时间,十年如一日,赚钱不是必然, 但是成功的人都有相思的地方,相摆脱贫困,先从这六个定律做起吧,散户, 绝大部分都是普通人,普通人要在任何一个领域白手起家, 创业成功,必须付出持续的时间,精力,学习,专注, 经历必须的失败,困难,挫折,还要常反思,常总结, 等等其他条件,才有可能成功,那么反乎赚钱为什么难? 其实问题是在二级市场上赚钱为什么难? 谁赚到钱了?信息不对称肯定是个原因,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很多, 比如大家常见的内幕交易,在发达,在监管严格的市场, 也很难避免内幕交易。 除此,市场上的卖方和卖方,做市商,都有各自的信息不对称, 由资源导致的信息不对称。 比如机构一帮专业人士到处去调研, 散户哪有这资源,某种程度上, 信息不对称可能是根本原因之一。 散户有点内幕消息就敢下单, 岂不知拿到更多内幕的机构, 更是不敢下单。 资金量的原因, 机构的资金量大有太多好处, 比如可以分散投资, 自然风险就分散, 也被对冲掉了。 散户就只能死守几只股票, 除了不能规律的市场风险, 不免要承受额外更多的风险。 如果机构只买一只股票, 看看破产企业的大股东就知道了。 技术问题, 机构具有散户很难具有的知识, 技术和数学, IT工具, 比如市场上众多金融衍生品, 散户基本不了解也不会碰, 而这些金融衍生品出来, 就是为了对冲风险的比如ETF套利, 有些还能充分利用闲置资金, 比如逆回购交易, 好的工具还能让机构紧抓市场的细微波动, 比如自动化交易, 散户就连level二行情都很少买, 好的基于数学模型的算法, 也可以让机构可以做无风险套利, 不管市场涨跌都能赚钱, 而散户就只能赌涨赌跌的还是少, 还有杠杆效应, 融资融却, 股指期货, 这些业务无疑都带有门槛, 大多数散户如果贸然加杠杆, 只能是输得更快更干净, 技率问题, 似乎某经典大作理说, 投资其实技术, 信息都是次要的, 年首投资纪律才是第一位的, 在首纪律方面, 机构的交易员似乎还是更有职业性一些, 毕竟纪律不好, 效益不好的都被淘汰了, 散户却是只知道点什么价值投资, 技术分析, 就开始前铺后继买涨卖爹的往股市里冲, 不断的消耗手里的筹码, 扔之后踩一线再来, 知道是一线长一纸的, 知道自己不擅长这个道还是少数, 大多数仍然做着股市发财的美梦, 散户大多还是觉得成为巴菲特的梦, 还是应该有一点的, 万一就实现了呢? 跟装失败后要及时止损, 对于好容易才跟上的装股, 大多数股民当然想一根到底了, 但你需要名字的是, 任何人都没有本事可跟装到底, 而且也没必要跟装到底, 如果能挣到百分之二十甚至更高一些就可以收手了, 泰坦反而一套, 在实践中, 没有人能从低点跟装, 高点出装, 如果你能在三分之一处跟进, 在百分之八十一百分之九十处走人, 就是胜利, 甚至在百分之五十处撤退都是胜利, 因为散户投资者既然无法在最高点出局, 那么在次高点走人, 见好就收, 避开高出不胜寒的环境就是最好的选择, 透过K线形态组合发现卖出信号, K线形态组合有许多多种, 每个K线形态是爱含着不一样的信号, 有些K线形态组合是很突出的卖入信号, 也有些形态是明显的卖出信号,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种比较明显的K线形态卖出信号, 一、六十分钟K线高位出现吊颈线绝不满, 个股运行至高位, 突然某个六十分钟内, 跑盘不断涌出, 导致股价快速回落, 随后买盘涌入, 股价逐步回升, 只剩一个六十分钟K线收盘价附近, 形成一根吊颈线, 此K线是较为明显的看空形态, 当吊首线出现的次月三下跳空缺候越大, 要是下跌的可能性越大, 二、六十分钟看跌桌腰带线, 看跌桌腰带形态是一根长阴线, 它的开始价位于单位K线的最高点, 或者这根蜡烛线只有几等上阴线, 然后市场一路下跌, 在市场处于高价区的条件下, 看跌桌腰带形态的出现, 构成了顶部反转信号, 桌腰带时体线的长度愈长, 则该形态的进数意义越重大, 股市企业用余生研究出来抄底买入法, 百发百中, 所向无敌, 无备离, 不抄底, 最安全的买入方法, 目前正式确立主板上正指数已经走坏, 想必很多同学已经跃跃日试, 想抄底的, 想拨反弹的, 那么现在到底能不能抄, 不要着急, 带我喝口茶, 慢慢到来, 先看几个出底反弹形态, 鼓友们这么聪明, 会发现共同点的, 贵州茅台SH600519, 北方西土SH600111, 京东方A, 规律总结如下, 一, 第一次下跌有反弹, 但绝不是底, 二, 第一次下跌的反弹节点难以把握, 可以参考成交量的缩小, 三, 第二次下跌, 如果跌破第一次下跌的低点, 或达到基本平级, 同时伴随成交量的缩小, 和MACD的底部位离, 而且此时MACD现处于灵轴以下, 随后在灵轴附近形成向上交叉, 基本可以判断为底部确立和反转到来, 此时, 是满路的最佳时机, 四, 这种规律并被放置四海而皆准, 有很多没有走出这种形态的票, 也会发生反转, 但是, 走出这种形态的票, 发生反转的可能性接近100%, 换句话说, 我看不懂的形态, 我就不做, 你反弹随你反弹, 不是我的菜, 我只做自己看得懂的, 五, 同级别的见底触发同级别反转, 同级别反转成立以后触发大级别反转, 例如, 如果五分钟线出现上述走势, 往往引发一次五分钟级别的反弹, 如果五分钟级别反弹力, 度够强, 那么会进一步引发15分钟, 30分钟, 60分钟级别的反转, 进而引发日线反转, 如果反弹力度不够强, 往往形成夭折, 向下寻求更大级别的背离, 根据五分钟级别反转, 可以超五分钟的底, 做日内替, 根据日线级别反转, 可以做中长线, 再看几个图, 相信你看完了不会想超他们的底, 京东方A, 变态特工, 将说神通第一波下跌, 成交量萎缩, 但MACD深不见底, 再来看几个正在发生的漂亮的图, 看了你会想干的, 蓝色花标SZ30005吧, 三浪下跌, 底部背离, MACD零轴以下, 即将金插, 中青宝SZ3000523浪下跌, 底部背离, MACD零轴以下, 金插, 省易宝SZ002095, 我不擅长讲得很复杂, 希望看完这么多图以后, 古友们可以有觉观的认识, 这是最安全的满入方法, 没有追忆, 还是那句话, 只做自己看得懂的, 有些东西不属于你, 就是不属于你, 没有出现这种底部而反弹, 那就不是你的菜, 最后看一个图, 跌破实质均线, MACD顶部背离, 高位磁差, 油红转绿, 不过不要太担心, 任何下跌中会有反弹机会, 至于反弹的时候, 你是抢进去, 还是抢出来, 图文结合, 成交量悬浮技巧, 一, 无量涨停, 股票的第一个无量涨停, 后市仍将继续涨停, 直到了有大量出现才能回荡或反转, 股票的第一个无量跌停, 后市仍将继续跌停, 直到有大量出现才能反转, 二, 低位放量涨停, 在低位出现的对调放量, 说明机构在换装, 或是在准备拉高起一波航行, 可以直接跟进, 三, 低位缩量整理, 在股价长期下跌后, 成交量形成股底, 股价出现反弹, 但随后成交量却没有随价格上涨而递增, 股价上涨缺乏的度跌至前期股底附近, 有时高于前期股底, 但出现第二股底, 成交量明显低于第一股底时, 说明没有下跌的动力, 新的一波上涨又要起来了, 可以考虑买进, 四, 破位出局, 下跌的时候, 无论有量无量, 只要形态均线, 趋势线, 相提破位, 均要止损出局, 做好这两件事, 炒股一辈子都不会说真正的交易者, 只关心两件事, 一, 我买入后走势证明我对了怎么做, 二, 我买入后走势证明我错了又怎么做, 炒股不亏钱不是真正的股民, 但是你不能天天亏, 次次亏吧, 看看下面的这些亏损的操作中, 有你吗? 一, 逆势而为, 股民炒股第一天就会被警告, 炒股一定要顺势而为, 正所谓, 逆水行周不进则退, 炒股已是如此, 所谓顺势而为, 就是指大盘长期均线的走势呈现多头, 大趋势向上运行, 这样的行情下择机入市, 只要不是垃圾股, 第二, 持股数目太多, 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自己选股的方法, 炒股心别人推荐, 今天听朋友说这个股票好, 明星看电视说那个股也好, 结果一下就拿了十多只股票, 搞得自己手忙脚乱, 也有人说, 江恩不是说, 要把资金十等份吗? 哎, 那是对大资金说的, 你一个小散户区区几万元资金, 也要十等份吗? 我认为, 散户持股三只左右是比较合适的, 第三, 太贪心, 我相信很大一部分的股民都会有这样的心理, 哎哟, 今天的总是不错, 明天肯定还会继续涨, 先等几天再说, 不急, 结果呢, 第二天就背套了, 永远记住一句话, 钱不进自己口袋都不是自己的, 贪心这一点是每个人都有的, 不要说是新手, 就算是很多老股民, 也始终逃不过这个陷阱, 因为人的欲望跟股市的底一样, 是没有尽头的, 学会懂得知足才会得到幸福, 第四, 左右侧交易的概念很重要, 第五, 不会止损, 当大盘处于一个调整震荡的行情中时, 很多股民手中的股票都岌岌可危, 有的甚至已经升套了, 这时候往往很多股民都选择继续持有, 坚决不割肉, 首先你要知道, A股是资金型市场, 小的钱是不可能带动整个市场的, 飞扬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, 你不肯出来庄稼持续用这种手段逼你出局, 直到你亏锁门为止, 第六, 信号第一, 铁的纪律, 不受个人的情绪影响, 它是从由战胜市场转变为顺应市场, 由主动性交易转变为被动性交易, 操作主要考虑在应变, 而不是在预测上, 第七, 会买的是徒弟, 会卖的是师傅, 卖出后能耐心等待机会的是神仙, 等待不是无事可做, 不是犹豫不决, 不是思前怕后, 等待见到机会要有一件封喉的勇气和果断, 一件不中全身而退, 等待反应一个人的综合素质, 学习等待, 善于等待, 第八, 人性是个最大的大问题, 其实上面这些坑, 都是散户自己给自己包的, 归根结底, 使人性释然, 想要成为一个能够在市场长期存活, 持续盈利的投资者, 要拨除的障碍太多, 执行和一直之以恒, 低水川时中必后报无庸会言, 我坚定的被奉交易中的资金管理, 我相信, 如果想要交易长久的, 立于不败之地, 科学的资金管理必不可少, 资金管理所解决的问题, 是光我们在期待市场的生死存亡, 作为成功的交易者, 谁笑到最后, 谁就笑得最美, 资金管理增加的, 恰恰就是所谓赢在最后的机会, 很多交易者在交易之初, 总是试图寻找所谓一劳永逸的万能钥匙, 然而即即便输光, 也没弄明白, 把他引入万劫不复迷宫的, 却正是他这种意想签开的思维, 当然, 对行情的研究与把握必不可少, 如果你的交易信号成功率很低, 那么在好的资金管理, 也很难改变你投机的命运, 资金管理改变的只是权益运行轨迹的幅度, 但绝不能改变其运行的方向,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, 很多交易者不懂的市场, 是随机与规律的结合, 任何想完全, 彻底, 精确的把握交易的想法, 都是狂妄, 无知和愚蠢的表现, 能够完美的把握每次机会, 都只是搞不可攀的梦想, 事实上, 真正的成功就是在把握市场运率的基础上, 严格资金管理, 控制风险, 扩大盈利, 实现负利, 这里再次强调, 胜率只是一方面的因素, 胜率的高低并不能决定你整体的盈亏, 它只表明你进出场盈利次数的比重, 而没有全面考虑到你盈利幅度的大小, 事实上, 当交易信号有正期望值, 那么资金管理将会使你的整体权益更为突出, 但若没有合理的资金管理, 即便你高胜率的交易系统, 也有可能给你带来的不是收益, 而是亏损, 股票投资的困难之处, 并非股票投资的市场策略方面, 因为确定入市, 出市的方式, 并没有太大的不同, 真正的变化在于对资金管理的重要性体验, 资金管理之于股票投资, 虽充满了经费两难, 和矛盾重重的困境, 但是其对于成功者的意义非同一般,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, 掌握科学的原理, 借鉴别人的经验, 然后结合自己的风格, 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资金管理办法, 才能在股票市场长久生存, 进而不相成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